309提 309事實是一個體組 他說大鳥哥進行Galier的斜面實驗 斜面完全光滑 將斜面放在水平桌面上 將小球置於斜面頂端甲柱 使小球由靜止而滾下 若不計任何的空氣阻力 空任何的阻力 小球最高可到達另一斜面的丁處 是回答39跟40 39提示問 有關於此實驗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乙之間的長度等於丁釘之間的長度 我們從圖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個長度並不相同 那麼Galier在做這個實驗的重點是說 他如果從甲處下滑 會回到跟他相同高度的地方 會回到跟他相同高度的地方 所以應該是他的這個垂直高度是一樣的 而不是他的斜面的長度是一樣的 所以呢我們的A選項是錯的 那麼甲乙之間的加速度等於丁釘之間的加速度相同 這個呢我們用長式就可以知道了 因為如果我這裡會比較斜的話 然後掉下來的加速度就應該會比較快 那如果是平的話呢 他掉下來的 他往上衝或掉下來的加速度就會比較慢 所以我們也可以能夠由長式就可以知道 B選項呢應該是錯的 再來是丁釘之間做等速度運動 這個當然是不對的 因為他從丁往上衝的時候呢 會越衝越慢 所以呢他應該是做一個加速度的運動 而不會是等速度的運動 因為他會越來越慢 所以呢C的選項呢也是錯的 那麼豬選項呢就是對的 事實上豬選項呢就是我們 Galier在這個假想實驗中的重點 就是說他會回到原來的相同高度 但那麼如果這個是沒有斜完全平的話 他滾下來之後呢就再也回不到原來的高度 他就會一直滾一直滾一直滾 因為他想要回去 可是又是回不去 所以他的速度呢就不會減少 就會一直往前 所以呢會反駁了雅里斯多德的想法說 東西最後呢會達到所謂的禁止的狀態 所以呢我們第三九題的答案呢要選的是豬 假離桌面的垂直高度等於丁離桌面的垂直高度 這就是第三九題的答案